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心理压力大 睡眠不好 或者在社交上是很孤立 隔绝的 那么这些任何一个发生都会影响到他的免疫力 造成免疫功能的下降 因此说抑郁影响到一个人的免疫力啊 这个一点也不奇怪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反过来看这个问题 也有这样的规律 比如说某些疾病的患者 像红斑狼疮 类风湿关节源 多元硬化症 还有肠道一肌热中和症 这些患者当中发生抑郁的比例也是很高的 这说明呢 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和精神抑郁之间的关联性啊 有一点像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究竟是哪一个现有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子相互的关联性 2015年的时候 美国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作者是弗吉尼亚大学神经科学方面的科学家 他们发现在大脑的神经系统里也有淋巴管 那这个呢 是一个颠覆性的反应 就是以前我们认为 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间呢 是没有这么密切联系的 他们发现说明呢 两者之间其实是有直接的通路的 这种联系就要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更密切了 那些研究的作者呢 他们还发现呢 就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发生的一点变化 那那是轻微的变化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 就是这个变化不足以让你的身体感受到有多异常 这个时候你的免疫反应呢 还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吧 那但是呢 它可能是偏向了比较高的这一端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神经系统在情绪上 在认知上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两者之间关联的这个通路呢 有很多的渠道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是你身体免疫系统对于 外在的这个刺激源 像压力啊 或者说是一些病软体啊 产生反应的时候 分泌出来的 那这个细胞因子呢 他们也会进入到大脑 和 神经系统里的神经地质 相互作用 神经地质就是包括 影响你情绪的五腔失胺啊 影响你动机的多巴胺啊 还有像骨氨栓炎之类的 这样呢 你的那些神经回路就受到影响了 你可能就没有动力做事情 或者失去快感 理解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呢 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这个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用途 比如说 对于一些抑郁症患者 尤其是男制型的抑郁症患者 就是他试过很多种抗抑郁药 都不起作用的 假如说 他身体里的 吸反应蛋白水平比较高 这个呢 吸反应蛋白是衡量他 免疫系统 做出反应的 这样的一个标志 如果能够用药物阻断 这些细胞阴质 它的释放 或者是阻断它 影响大脑 这些患者呢 他们抑郁的症状 都能有50%以上的改善 这个呢 在实践当中 已经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了 另外呢 慢性的压力 怎么样转化成抑郁 也和这个免疫系统 在中间起作用有关系 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就是 大脑通过对压力事件的感受 解释 首先呢 释放出信号 给免疫系统 然后免疫系统 接到这个信号以后 做出反应 再把信号输送回神经系统 这个信号物质呢 就是一种叫 当核细胞的东西 当核细胞呢 它可以停留在 这个大脑的神经系统里 让人产生这种 焦虑式的反应 那如果 能够用药物来 阻断这个当核细胞的分泌 阻断它与 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 就可以 事先预防 压力所产生的焦虑 或者是抑郁 这些当核细胞 在大脑神经系统里的存在呢 也影响到 人对于压力的敏感度 它能够降低 焦虑的罚值 也就是说 我们 面对同样的压力事件 有的人会 比较敏感 容易焦虑 但有的人呢 就能够 漫步惊心 不太严重 差别在哪里呢 那是因为 在压力事件发生以前 他们大脑当中的 这个 当核细胞的水平 已经是不一样的 当 有新的 压力事件 刺激的时候 那会把 原来这个 当核细胞的水平 之间的差异 放大 因此 面对这个压力事件 我们的情绪反应 就有各种 不同程度的 焦虑 有的人轻 有的人重 现在呢 在这个领域 研究上的挑战 是如何 更精准的 测量到 使哪些 免疫系统的反应 影响到了 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 然后 怎么样子 能够开发出 更 精准的 药物 来干预 这个过程 我想呢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一定会有 更多的 方法 通过 干预 免疫系统 来帮助患者 减轻 焦虑 或者是 抑郁 好的 今天关于 免疫和 精神抑郁 这个话题呢 我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荣耀卫视 生活与健康栏目 如果您 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